好,大家好,我们这一节呢来证明一下就是这个n-1乘以s平方再比上sigma平方 它为什么服从卡方分布,自由度于n-1 因为这个呢是我们对总体方差构造置信区间的时候我们会用到这个结论 那么对总体方差做检验,比方检验这个sigma平方是否等于某一个值 那么我们其实也是以这一个分布为基础来构造的检验统计量 所以说这个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那这个结论怎么来的我们来解释一下 首先要注意这个结论成立的一个适用的条件 就是说它要求这个总体是一个正态分布 那么x1到xn我们的样本就来自于这样的一个总体是正态分布的这个数据 好,那么x8是样本均值 那么我们下面就来证明一下这个结论 好,那么这个证明的话呢 我们如果直接从这个我们要证明的这个对象出发 你可能会感到是有一点困难的 比如说我们不就要证明这一项吗 好,那么我们把样本方差它的公式带进来 sigma xi减去x bar 你差的平方i等于1到n再除以n减1,对不对 好,那么这个n减1就约去了 那么我们剩下的就是这一项 好,你要来讨论这一项的分布是有一点困难的 但是我们知道什么信息呢 知道这个xi来自于正态总体 你如果直接从这里证有困难 那么我们就把它往卡方分布上去看一看 如果我们知道xi来自于这样的正态总体 它怎么样能够形成卡方分布 我们回忆卡方分布的定义 把xi做一个标准化变换 它服从标准正态,对不对 那么我们卡方分布的形成 就是由一系列服从标准正态分布的随机变量 取平方以后再加总 所以说接下来的话 假如我们把这个标准化以后的xi取平方加起来 你看一下,如果有n相相加 那么它就应该服从自由度为n的卡方 对不对 所以说下面的话我们要证明的是这一块 自由度为n减1 那么我们如果能够把我们这一部分 我们知道它服从自由度为n的卡方 如果能够把它分解一下 分解出来其中一项就是我们要证明的这一块 这个是我们的目标,对不对 把它铲 xi减去x bar 你差的平方除以sigma平方 然后再分解出来一项 那么这两项我打问号的这个是服从自由度为1的卡方 那么这一块利用卡方分布的可加性 那么这一块就应该服从自由度为n减1了 所以我们就大概是这样一个思路 所以说我们接下来就会从这一部分出发 因为这一部分的分布我们清楚 然后采用一个分解的思路 下面的话我们再来写一下 现在我们的出发点是一个卡方分布 i等于1到n 有n项相加 好那么怎么把它拆成两项呢 我们对比一下 因为我们其实要生成的呢 是有xi减x bar这一项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括号里面呢 也把它做一个修改 xi减去x bar 减一项再加一项 然后再减m再除以sigma 这样是可以的吧 好那么减一项加一项以后 我们把这个平方盒拆开 拆开 因为这个sigma平方分之一总是会有啊 所以说我们把那个sigma平方分之一呢 就写到最前面啊 免得我们我们总是要带上它 就显得非常的繁琐 所以说我们先把sigma平方分之一 提到这个求和符号外面来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就是准备展开这一项 这个是可以的吧 好那么我们分别啊 把它写出来 把它展开 那么其中一项呢 就是xi减x bar 你差的平方 对不对 然后的话呢 还有一个交叉相成像 两倍的 xi减x bar 然后x bar减mu 对不对 然后再加上一项 x bar减mu这一项的平方 那就写成了这个样子 好写成这里以后呢 我们再来写一下啊 那么第一项就是sigma平方分之一 i等于n xi减x bar 你差的平方 好那么第二项我们来看一下 第二项的话 其实呢 这个r是一个常数 然后后面这一项呢 它也是不带下标的啊 没有下标i 所以说他们都是可以直接提到 这个求和符号外面来 所以说我们把它提出来 它还有一个系数 两倍的x bar减mu提出来 然后呢求和项就对什么求和呢 就对这一部分求和 对不对 然后最后这一项你看一下 它也都是没有下标的 所以说它实际上相当于就是累加了 有n次 它这一部分啊 我们把它写出来 其实就是x bar减mu 你差的平方 你看一下它 因为我们这个求和的对象没有下标 相当于是一个常数 它被加了有n遍 所以说我们就可以把它写成那个 乘法的形式 加上n倍的x bar减mu的平方 好下面的话 我们就关键就是来看一下 这个交互项到底是什么 那你看一看 观察一下这一部分 我打绿色波浪的这一部分 它相当于就是所有的观测值 围绕它均值的泥差的代数核 对不对 那么这一项它其实是等于0的啊 所以大家要能够反映出来 它其实相当于是把xi累加 然后后面这个x bar呢 加了有多少遍呢 有n遍 就它们两个其实减完以后就为0 所以说我们现在这个交互项的部分 就已经就等于0了 那么我们接下来再看一看 前面这一块 你看我的矩形框起来的这个 它是什么 它其实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那我们要证明的这个对象 对不对 n减1乘以s平方 再比上s个码平方 不就是这个吗 对吧 所以我们其实把它分出来了 对不对 然后后面这一部分是什么呢 你再看一看啊 后面这一部分啊 我们刚才这里还掉了一个sigma平方 这一部分要乘到这里 然后把它写过来 好 那么这一部分到底是什么 它的分布是什么 我们看到x bar减μ 那么其实在这个时候 我们要利用我们的中心极限定理 我们的总体是服从正态分布 我们在这写一下 xi服从正态 那么x bar也是正态 对不对 7万为μ 方差为n分之sigma平方 所以说如果我们把x bar减μ 然后再除以sigma比上根号n以后 它也是标准正态的 对不对 那么它服从标准正态 那么把它取平方呢 把这一项取平方 你看一下 那么它就应该服从自由度为1的卡方 对不对 那么把这一项取平方 其实就是我们这个地方 这一项 对吧 你把这个颠倒相乘一下 也就是说我们把这个n比上sigma平方 拿到它这个括号里面去 它就是它吧 所以说我们已经证明了这一块服从自由度为1 而它们的 而它们的核呢 是服从自由度为n的卡方 那这个我们的出发点 是从服从自由度为n的卡方 所以说前面这一项 它就证明了它服从自由度为n-1的卡方分布 好了 所以这个就是它的证明过程 也不是特别的复杂 但是是有一些技巧的 它的技巧就是说 它并不是 它是从先构造一个服从自由度为n的卡方分布 因为这个根据我们的已知条件是容易构造的 把它构造出来以后 然后再把它分解 把它分解成两部分 一部分服从自由度为n-1的卡方 另一部分呢 服从自由度为1的卡方 所以说我们就是用了这样的一种凑的方法 在里面减去一下 减掉一部分 再加上一部分 对吧 然后把这个平方向展开 在这个中间过程里面呢 刚好它的这个交互项 它是等于0的 等于0 所以说我们最后就生成了 两个平方向啊 那么就刚好就是对应的一个自由度为1 再一个自由度为n-1 好 这个就是我们的证明过程啊 就介绍到这里 在这个平方向展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